新城乡长河里台上任六年多以来 向中央以及立委 华丽县政府还有县议员争取了十亿多元的经费 那么各村也逐步来逐年铺设新的博游路面 包括了部落聚会所兴建和修缮 以及今年度要师座的人行步道工程等重大的建设 地方到中央共同携手持续创造新城乡亲的幸福好生活 前年将在河里台向中央地方争取经费来新建乡礼 各村铺设新的博游路面也逐年入戏完成了 我也就是让乡亲们在行事在乡间大道上 能够平安顺利 十亿多元的地方建设 河里台率领着公司团队来瞩目踏实为大家做事 新人乡各方面的建设各方面的福利 各方面种种的一些是不容许的来停滞 所以从你来上任之后跟地方各界经常谈到这件事情 新人乡绝对不能说没有钱这两个字 不能说没钱 说没钱就是代表要推卸一切的责任 推诿一切的工作 任何的建设任何的地方都需要 所以新人乡因为乡长说要有钱 才能做任何事情 但是呢这个是激励乡长要去争取金会来建设新城乡 代理了工手的团队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以及村长共同努力之下 以及各位基层的领长 大家呢努力以赴 让我们希望各项的工作都能够顺利都能够延满 新城乡是花蓮县的北大门 肩负了一切很多重要的工作的责任 不管在建设方面也好 在环境也好 各方面等等到社会福利 我们肩负着领头羊 所以理台经常鼓励我们的行政团队 一切要以人民的福祉为第一篇 你看我们整个九个村 各项的精衡的发展 没有独厚哪一个村有做 哪一个村没有做 全部来精衡的发展 向南克里台感谢乡亲再次给予机会造福乡礼 并且将30多年来的从事服务乡亲 而累积的经验以及人脉 全力贡献给新城乡的乡亲家人们 13项领先全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以及每年争取超过11亿元的预算 来规划百搭建设 让乡亲生活幸福有感 他表示会继续带领公所团队冲刺 将各项建设规划得以新一件并且延续 让新城乡的建设要紧再要紧 为台北老师 乡亲的肯定是他最大的动力 感谢中央各部会 欢迎县长徐正伟 以及县府团队的补助 感谢诸位立法委员 以及县议员的协助 县城乡这几年快速发展 由地方到中央共同牺手 持续创造新城乡亲的幸福好生活 记得请我们新城乡亲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